今年最火的四部韩国电影 口碑爆炸 你有看过吗 今年的嘎玛电影节上韩国电影大放一彩 导演奉俊浩凭借新作《寄生虫》 夺得第72届嘎玛电影节金棕驴大奖 这也是韩国电影首次摘的金棕驴 奉俊浩自己也说这座金棕驴奖杯是嘎玛送给自己 送给韩国电影的礼物 听起来真让人羡慕啊 韩国最近上了一部喜剧《极限职业》 跟去年国内上映的《龙虾刑警》很像 两者不算抄袭 是个一鱼两吃分别开发的项目 但是两部影片的待遇却是天壤之别 龙虾刑警票房不佳 也遭遇了口碑差评 而极限职业韩国本土超过1600万观众走进影院 上面四部今年韩国最火的电影 口碑爆炸 你有看过吗